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公开课 因为国内现在正是五一假期 所以肯定很多人出去旅游了 所以还是感谢还有这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公开课 欢迎大家 然后首先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邀请到的是邓志罗博士 邓志罗博士之前是在德国的海姆霍兹研究所读的博士 然后现在在海姆霍兹研究所的传染病中心做博后 邓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公开课题目是 当微生物组学预见生物心吸血 那现在我把时间交给邓博士 感谢你博士的介绍 那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好我叫邓志罗 目前在德国海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 从事博士后研究 我的研究大背景是微生物组学和生物信息学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当微生物组学预见生物信息学 也就是从生物信息学的角度介绍微生物组学 以及相关的研究 很长时间以来 人体微生物组都是被我们所忽视的 但是近十年来随着相关的研究的进展 科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到的 微生物组的重要性 近年来有些科学家提出 可以将人体视为一个超个体 因为一个典型的人体的消化系统 就包含了大约十的十三次方 到十的十四次方个微生物 因此人体事实上是由 我们看得见的人体的器官 和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 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个体 这两者切一不可 这些微生物包含了有细菌 病毒 古菌 真菌和原生动物 其中大部分是细菌 另外给大家分享一组 以人体微生物组相关的数字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一个成年人的个体 体内大约吸收了有 一百万亿个微生物 这个数量比人的细胞数量 还要多 两到三倍 它们加起来的总的重量是 两千克 也就是和人的大脑的重量一样重 然后这些微生物 所贡献的基因的数量 是人的基因的数量的 一百五十倍 研究表明 大约人的百分之九十 的疾病 与微生物组失调 或者微生物组有关联 每个人的微生物组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人的指纹一样 可以用来识别个体身份 甚至可以用来预测人的年龄 大多数人体微生物都是无法分离 和人工培养的 有人可能要问 人体微生物组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新生儿的微生物组 可以直接遗传至母亲 后天可以通过食物 水或者环境获取 这个图展示的是 自然分娩加母乳喂养的 婴儿更容易 也更快地形成了 健康的微生物组 而 其次是自然分娩加 奶瓶喂养的新生儿 最后才是 剖腹产的新生儿 另外我给大家分享两个 微生物组研究很重要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微生物组的平衡态 微生物组的平衡态描述的是 通过长期调携维持的和健康相关的 微生物组的平衡态 也就是人的体内的共生菌 共细菌和病炎菌 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病原菌不会主导整个微生物组 被压制住了 然后微生物组的失衡表示 描述的是 当这些病原菌 也就是以疾病相关的这些微生物 它们升高 然后主导了整个微生物组 然后导致整个微生物组的多样性 急剧下降 从而导致一些疾病 或者是导致疾病的恶化 不同部位的人体微生物组和不同的疾病相关 有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了 口腔微生物组和人的取齿 还有牙周炎一切相关 肠道微生物组就和非常多的复杂疾病有关 比如一些带预性疾病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过度肥胖 还有一些肠道炎症 还有神经系统性疾病 还有甚至一些癌症 然后皮肤微生物组和过敏 粉刺 还有皮险 还有一些皮肤癌有关 泌尿生殖系统 微生物组的失衡会导致尿道炎 还有一些甚至会导致早产 微生物组在生命健康领域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我相信会是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广泛 第一个应用是通过红金组的方法来鉴定和识别 未知的病原微生物 比如这是新冠病毒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不明感染病人的 它的红基因组 红转路组数据 很快地发现 这个新的病毒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进化分析 了解这个病毒和之前已知的病毒的亲缘关系 然后整个新病毒 新病毒 新病原体的鉴定过程 只需要几个小时 而如果通过传统的分离培养的方法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个培养的时候 很多微生物很难被培养出来 但灵敏度不够高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是 我们可以研究微生物组的失衡 是如何贡献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发掘 一些可以用来做疾病早期诊断的 微生物组的标志物 有很多疾病一些肠道炎症 它在有症状之前 病人的微生物组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在很早期就发现了这些变化 然后针对性的治疗 这个病人就不会忍受之后的 那些炎症的非常热烈的炎症的那些痛苦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红金组的方法来鉴定 病人它的病原体也是病原细菌 它的抗生素抗性基因 如果我们找到这些病原微生物 它的抗性基因之后 抗性基因之后 我们可以制定更加个性化的用药方案 这样子可以很清楚地杀掉这些有害的病原微生物 另外还有一个很热门的应用是 通过颈群移植来治疗一些疾病 比如肠道炎症 目前用的最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是 艰难缩紧感染导致的腹泻和一些炎症 它的治疗效果比传统的抗性素疗法要好很多 而且不会导致腹发 它的治疗力大概有90%以上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组的方法来 发现一些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 来开发一些益生菌 最后一个应用是 我们可以通过定向的调节和操纵 利用人体微生物组来治疗一些 治疗或者缓解一些复杂疾病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试剧体 来定向清除一些有害的 或者是潜在的有害的微生物 来缓解一些疾病 然后近些年代有很多研究 发现一些化合物 化合物的药物 其实是在利用微生物组来达到它的疗效的 比如所谓的神药二甲酸瓜 有很多研究发现 它可以利用人体微生物组来调控病人的血糖 降低病人的血糖 微生物和微生物组学的研究的发展 与显微技术和测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 早在16世纪 利用虎克通过发明的望远镜 就观测到了口腔微生物 然后后来科学家科赫通过分离培养 发现的分离出来了一些微生物 然后19世纪 随着三个测序和PCR技术的发明 使得我们可以测得微生物的DNA序列 后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兴起和发展 各种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方法 也被广泛的应用到微生物组学的研究中来 前面我说过大部分人体的微生物 都是无法人工分离和培养的 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微生物组学研究 其实都是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方法进行的 大部分是这样子 微生物组学可以用来研究 特定指定样本里面的 它的微生物的物种组成 可以研究这些微生物 它的潜在的功能 还可以研究它们的活性 分别回答的问题是 这个样本里面有哪些微生物 然后这些微生物能做什么 以及这些微生物正在做什么 通过16S RNA拖针指测序 我们可以研究 样本里面的微生物组成 然后通过红精组的方法 我们可以了解它们携带了哪些基因 这些基因可能可以做什么 然后通过红转路组 蛋白组和代谢组的方法 我们可以研究 这些微生物 它们正在做什么 它们产生哪些活性 对病人或者是对人体 会有哪些影响 左边这个图展示的是 大肠杆菌的16S RNA的二级结构 16S RNA基因是原核生物 必不可少的一个基因 它的长度大约为1500个碱基 它包括了有9个超级可变区 这9个超级可变区 可用来区分不同的微生物 它的属甚至种 也就是它可以用来 相对的定量 这个微生物组里面的微生物细菌 或者是古菌的它的组成 但是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微生物组 比如土壤和肠道微生物组 它的准确度和分辨率可能会不够好 但它的这种测序的方法 它的成本非常低 也就是可以用在非常大的样本上 但是近些年来 红菌组的方法 越来越多地变用起来 因为测序的成本在降低 红菌组可以用来研究 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它的物种组成 还可以用来研究它 它们所携带的基因 或者潜在的功能 红菌组的定义是 某个环境中全部微小微生物的 它的酸物质的总和 它包含了指定环境样本中可培养和不可培养的微生物 包括病毒 细菌 浮菌 生菌 原生动物 它们的基因组的总和 红菌组的分析 通常包括了物种风度的预测 也就是Taxonomic Profiling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菌组的组装 是Metagenome Assembly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菌组组装之后的 它的基因组的分箱 也就是Genomic Beaming 还有它的这些组装出来基因组 它的物种的分类 也叫Taxonomic Beaming 然后另外一个应用 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 在测序的样本里面 搜寻特定或者是潜在的病原微生物 红菌组学和红菌组学很重要的一个分析步骤 是基因组的组装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同事 合作的同事 Alex之前做的一个 PVT里面的一张图 他非常形象地展示了 基因组组装的这个过程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从头的基因组组装 实际上就是在没有参考图像的情况下 做一个拼图的游戏 也就是它没有这个 你一先是不知道这张完整的这个图长什么样子的 你只知道这些碎片 然后你通过这个碎片 碎片和碎片之间的重叠和它的 它的图案的相似程度 来推测出这张完整的拼图 然后 Meta Genome Assembly 也就是红菌组装的话 它的难度要大多的多 因为它拼接组装的不仅是一个建筑 不仅是一个建筑 它拼接的是 可能是整个校园所有的建筑 或者是整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建筑 而且 这个城市或者校园里面 有很多建筑是长得非常像的 你不能把它拼接错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 你不能把 食堂的屋顶拼接到图书馆的屋顶上 所以它的难度之大 是可想而知的 通过红菌组组装和分箱 我们可以得到接近完整的 单个微生物的基因组 整个分析的流程是 我们通过测序 得到 我们通过 首先我们提取DNA 然后对这些DNA进行 鸟箱法测序 测序得到这些REAS 也就是很短的序列 然后我们用组装的软件 把这些REAS拼接成Countics 然后 这些Countics 我们需要把它们分开来 因为有的Countics 它是属于不同的Countics 它是属于不同的物种 不同的微生物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分箱 这个分箱的过程是 我们首先把这些REAS 比对回这些 拼接出来的Countics 然后得到了每一个Countics 它的Coverage 就是它的测序深度 然后还有我们分析 这些Countics Countics和Countics之间 它们的序列的特征 的差异 或者是相似性 将这些 序列特征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KIM 或者是一些 它的一些CG含量 这些特征比较相似的 还有它的Coverage 也比较相似的这些 聚到一起 然后就得到不同的 不同的病 不同的病里面 它们可能会有一些 高度相似 或者冗余的一些 一些Countics和序列 然后我们需要将这些 Countics序列 把它进行去冗余和合并 然后最后得到了 接近完整的 红基因组组装的 微生物的基因组 然后在这里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红转路组的分析 红转路组通常应用在 微生物组的活性的研究中 它的分析 大概的过程是 首先我们将 测序得到的 这个红转路组的RES 比对到参考的红基因组 或者出示好的基因集上 这样我们可以定量 每个物种 每个基因它的表达量 目前有很多 一些比较全面的 长道的红基因组 参考的数据库 比如UHGG 它包含了有20万个 红基因组组装的基因组 然后我们通过这些 基因的表达量 我们可以用来分析和推测 每个微生物 它所拥有的活性 和它的一些代谢通路 它可能产生代谢物 然后在这些 基因或者是这些代谢通路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跟疾病相关的 或者是可以用来预测 疾病状态的一些标志物 通常我们通过 微生物组的方法 得到的最后的数据 是一个巨大的表格 也就是 这个表格里面 每一行是表示 大概表示一个个体样本 然后每一列表示特征 这些特征可以是物种的风度 可以是基因的表达量 也可以是代谢物的浓度 然后这样子一个表格 它的 行数 也就是它的个体样本的数量 大约是10到 上百 或者几百 有的可能到上千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cohort 然后它的 但是它的列 也就是它的特征的数量 是特别特别多的 可以是10到100万个 也就是它这个数据 是一个极度扁平的数据 里面充满了很多噪声 噪音 很多噪声的特征 我们需要将这些 无关的和带有噪声的特征 进行去除 然后这里 分享的是 我们怎么通过前面得到了这个极度扁平的表格 来发现一些跟疾病相关的 或者可以用来预测疾病的一些标志 微生物组的标志物 首先我们拿到这样一个特征表格之后 我们做一些特征选择 这些特征选择方法有很多 比如差异表达分析 差异风度分析 还有minimum redundancy maximum relevance 还有linear discriminative analysis NASO random forest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 去除一些充满噪声 或者是无关的一些特征 然后我们将这些选择出来的这些特征 放到继续学习监督性学习的这个方法里面 这些学习的方法可以是 自治项男级SVM NASO random forest 也可以是neural network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法 构建一些预测模型 来预测 输足足足的 它的疾病状态 输足足的其他表情 然后我们用来发现 里面的可能病原微生物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来 发现病原微生物里面所携带的 可能携带的 抗热素的抗性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会分享一些 我参与或者是我们实验室 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有包括生物信息的 也有生物相关的 首先第一个是 我之前做的一个病毒组 它的毒株水平的分析方法评估软件 叫QuizyModel 我们首先产生了一个测试数据集 这个测试数据集是混合了不同的病毒毒株 SCMB的病毒毒株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测试数据 我们分析了11个广泛使用的病毒金组 或者红金组组装的软件 然后这里展示的是这11个软件 在6个不同的金组组装指标 金组组装的它质量评估的指标上的 它的表现 这雷达图里面最外圈的表示 最外圈表示最好的 最里面的表示最差的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Metespace也就是这个棕色的 还有这个IVA 这两个工具是综合起来表现最好的 而另外我们还分析了 这些软件对当个 就对病毒 病毒组里面当个读株的 它组装的 它组装的结果 我们发现了 IVA组装得到它的contact的连续讯 最好 也就是它的contact的长度最长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 Largest alignment和这个NAA50 这两个指标展示出来 然后MegaHit 它得到的 组装的基因组的完整性最好 就是它的genome fraction 就组装的基因组更加完整 然后另外还有Sauberge 它能很好的从病毒组里面 组装出这个风度非常低的 这些毒株 然后另外我们还比较了 这些组装软件 它们它的执行效率 我们发现MegaHit 它的占用的内存是最少的 大概只占用了一季以下的内存 然后而且它的运行时间 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少的 它运行时间是低于10分钟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TEDPOR 它的运行时间更短 但它其实没有组装 它组装出来的基因组 非常非常少 就是非常不完整 所以我们就是不推荐 这个TEDPOR的这个软件 用来组装基因 组装这个病毒的基因组 然后另外我们还评估了 六个不同的变异分析的软件 在之前的这个测试数据上 我们发现了NoFreak 这个工具表现的最出色 它的FE score是最高最稳定的 而且它还可以非常准确的 鉴定一些非常低频率的突变 其次是VASCAN 而另外BCF2 Freebase和GATK这些常用的这些工具 表现不太好 可能他们没有对这个低频率突变 必须进行优化 所以整整整整体的结果非常不是很好 另外第二个研究是 我同事Adrian 他开发了一个病毒 病毒的病毒组 它的毒株水平 基因组组装的软件 叫Hoproflow 然后我们也 评估了这个Hoproflow 在对相对于其他软件 它的对比 在同一个数据级上我们发现Hoproflow 在六个指标上都基本上都是领先于其他软件的 并且它可以非常完整的拼接出来这个病毒株里面的所有的资助 然后我们还用Hoproflow 组装了新冠病毒 样本 它的数据 然后发现了有些样本里面包含了有不同的毒株 然后在这个进化树里面 同样的color 同样的颜色表示是来自同一个样本的 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毒株 它带有不同的突变 但是这个突变的位点其实非常非常少 大概一般只有一个 最多两个可能 但是有的可能有一些deletion 然后第三个研究的影响是 最近我在做的一个 红金组物种风度预测的一个软件 上次定的名字是MetaX 它可以用来做红金组物种分类 风度预测 还有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鉴别 然后我们 对比了MetaX和其他的一些 通常常用的一些风度预测的软件 我们用了五个指标来展示它们的性能 其中我们发现在这五个指标里面有三个指标 MetaX就是最好的 在F1 score Jcard index 还有weighted unifracted arrow 这三个指标上 MetaX都是最好的 然后在另外两个指标 L1 norm error和 recurved distance 这两个指标上 MetaX是紧随 排名第一的软件的 跟排名第一的软件非常接近 这两个 这三个指标都是 越小越好 这个红色的是MetaX 这个蓝色的是 在这里这两个里面 蓝色的是排名第一的软件 然后红色的是MetaX排名第二 它们其实距离非常非常近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是用另外一种展示方式 用radar plot 雷达图来展示 这个棕色的是MetaX 它基本上是在最外圈的 就是它在说的指标上 基本上都是 几乎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还用MetaX分析了 分析了 新冠病人 它的临床样本的Meta 红转路组测系的数据 然后 就是我们用来 用这个数据来证明 这个MetaX能够准确的 从病人样本中 鉴别位置的新的病原微生物 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用的MetaX结合的是 2019年的NCBI RefSeq的数据库 也就是这个数据库里面 是不包括这个新冠病毒序列的 然后 我们通过这个MetaX分析 发现这个新冠病人 它的红转路组的数据里面 我们预测出来这个SARS病毒 这个Species 它的Abundance是最高 它的风度是最高的20% 其他的有一些是 是肺基 还有一些是 其他的一些细菌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这里就是表明了 这个MetaX 它是可以用来预测新的 病原微生物和病毒的 然后 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 这里预测出来一个 是蝙蝠的 冠状病毒 我们推测是因为 这个 新冠病毒 它有一些 序列是不包含在之前的 这个 SARS病毒的基因组里面的 但它跟 这个蝙蝠的这些序列 反而是特别像的 所以我们也 也有发现一些 蝙蝠的 一些 蝙蝠的一些 冠状病毒 对了 我真的要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 SARS病毒 这个 它是一个 它这个物种下面包含了 之前的 2003年那个SARS 还有一个 就是 我们现在 现在正在流行的 这个新冠病毒 它们然而是属于 同一个species的 都属于这个SARS 这个species 所以这个预测是 是准确的 然后另外 一个方法研究 是 Rabot Detector 是 我们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开发了一个 快速和准确 鉴别 RNA RNA 序列的一个 软件 然后我们 通过 使用 LSTM的方法 来构建了这样一个 分类和鉴别 这个 RNA序列的一个 模型和软件 然后我们 对 这个 LSTM 这个层的最后的step 输出 进行的降维 可视化分析 我们发现了 这个 RNA序列 它的 就它 它在这个可视化上面 是跟所有的其他的序列 拟得比较开的 这个绿色的是RNA序列 然后其他的 颜色 红色 表示的是一个 一个细菌的 它的 MRNA序列 然后 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松绿色 是表示了一个基因的 MRNA的序列 然后 这些紫色 表示的是 病毒序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他们被分得非常非常 清楚 然后 另外 我们还对比了 Rabbit Detector 和其他的一些常用的工具 比如 BWA Rabbit Picker RNA Filt 和SortMe RNA 然后我们发现了 Rabbit Detector 比其他的软件 它的错误率低了一个数量级 而且它比其他软件 就是执行效率 至少快了几十倍 更重要的是 Rabbit Detector 它的放化能力特别强 也就是它可以 预测出来新的 RNA序列 然后这个图展示的是 展示的是 这些 预测的这些序列 测试级序列和这个 reference 也就是它的参考序列 还有它的 它的 Training Data Set 它的训练级里面的序列的 它的相似性 然后对应的是 它预测出来这个序列的 预测出来这些序列 它的 假音性的 假音性的概率 然后我们发现 就是 即使 测试级里面的序列和 训练级里面的序列 完全不一样 比如 它的 它的差异度达到10%以上 我们这个 Rub Detector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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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音性也是特别特别低的 维持在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几乎是 0左右 但是其他的工具就不行 其他工具 如果你的 参考序列里面 数据库里面 包含的 包含的序列和这个 你的测试用的序列 差的 差距特别大的话 那这个 假音性的 概率就会提高非常非常多 甚至可以达到20%以上 这两个工具 常用的工具都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 随着这个 差异的升高 它的这个 假音性 也是 极致升高的 最后一个 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之前 从 之前做的一个 生物学的研究 是 亚洲炎病人的 口腔 红转路组的 变化 分析 亚洲炎是一个 非常流行的 一个疾病 根据美国的 疾病中心的报告 有将近 一半左右的 成年人 有不同程度的 亚洲炎 而 慢性亚洲炎 和很多 疾病的发生 和发展有关 在这个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 亚洲炎病人 和健康 个体 它的口腔 红转路组的 改变 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了 亚洲炎病人 口腔中 13个物种 就贡献了 50%以上的 这个红转路组 而在健康个体中 需要27个 就是超过 两倍的数量的 物种 才贡献了 50%的 红转路组的 序列 另外 我们通过 剧类的方法 基于这个 它的物种组成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很明显的 将这些 亚洲炎的病人 个体 红色的 和健康个体的 样本 完全区分开来 然后我们 另外的分析 发现了 Porphyromanus indivalis Propotena 还有 Tenerona facetia 和Tryponema Denticola 这些 这些细菌 它在亚洲炎病人 口腔中 异常活跃 但是它在 健康个体中 几乎是不存在 或者是非常非常 风度非常非常低 非常不活跃 但是有意思的是 我们发现 这个 Phosphobacterium Nucleotum 这个细菌 它在 病人 和健康个体中 风度都非常高 非常活跃 因为通过 猜表达分析和 Keg 通路分析 我们发现 亚洲炎病人口腔 它的 细菌边毛组装 三型分泌系统 细菌 气化性 还有三型的 CRISPR CARS 系统 还有 Two Component System 这些 系统 它的活性 高于健康个体的 微生物组的 活性 然后另外 我们还发现了 一些 一些已知的 一些Pathogen 已知的病原 微生物 它的 Neple Polysaccharide Biosynthesis 就是 子多糖 它的合成 还有 糖元素的 铁元素的 它的摄取 还有 Toxin Antitoxin System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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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都是活性 非常高的 但是在健康个体中 这些功能的活性 非常低 所以 另外我们 测试数据里面 因为包含了大量的人的转入本的RISE 所以我们还分析了 宿主的基因的表达 表达情况 我们对比了 宿主的基因在 健康个体和在疾病个体中 它们的表达的差异 我们发现了有14个 差异表达的基因 然后这里 捏出来这14个基因 这14个基因里面有6个 与癌症发生有关 而且这14个基因都是表达上调的 这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它是一组基因 这一组基因里面就有4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单个基因 它们都跟癌症的发生 或者发展有关联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意思的发现 是病人的 铁元素摄取基因 表达上调的 而在之前前面的我们发现 在病人里面 它的致病细菌 它的铁元素 获取这个功能 这个活性 也是表达上调的 也就是说宿主 也就是说这个host 和这个 它的一元微生物 它们的铁元素摄取的表达 都是升高的 也就是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竞争 他们为了竞争 这个口腔环境中的铁元素 所以他们 都把这个功能 表达上调了 在这里做一个 对这个生物的研究 做一个总结 我们发现 健康个体的口腔 微生物物种不让性更大 而在牙周炎病人中 少量的细菌 它的活性 活跃程度非常高 然后这些活跃的细菌 它的独立和致病性 相关的基因 活性非常高 另外我没有 没有介绍这个 生物标志物的 发现了这个 这一块的研究 然后我们 在这个研究中 我们还发掘了 三个能够准确议测 牙周炎和 健康个体的 这个可能的 生物标志物基因 然后在最后的 宿主研究中 我们发现 微生物主失调 可能使得病人的 癌症发生相关的基因 上调 这就为慢性炎症 与癌症发生有关 或者是 癌症发生的 高风险因素的 假说提供了证据 在这里我要感谢 我博士 博士时候的老板 Erin 还有博士后的老板 Anis 还有博士后的同事 Adrian Finnip 还有Tio 以及 Maha那边 和我们合作的 一些同事 他们为我们提供的 一些样本 Tina Akache 还有Nars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邓博士的精彩演讲 对 我以前对这个 微生物组 其实不怎么了解 今天感觉学到特别多 非常感谢 然后 现在我们那个chat里面 也有一些问题 我帮您来读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邓博士 这些数据集 是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一个公共的网站 提供这些数据集 还是说数据集 是自己组里得到的 数据集的话 比如最后这个 亚洲炎病人口腔红转路组 这个我们 发表文章的时候 把这个数据集也 发表出去了 就是放在这个 ENA 这个database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获取这个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是 没有做任何限制 应该是公开的 就是不需要申请 然后另外其他的数据的话 这一个研究的数据 它其实是我们 就是模拟生成的数据 它是一个测试 对比测试 我们需要知道 它的金标准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 模拟产生的一些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 大概有五个数据集 这个五个数据集我们都放在这个 也是放在网上公开下载的 可以是在Zonado 一个网站上面 然后其他的数据 这个数据 是我是用的 我们组的 还没有发表的数据 这个还没发表 然后另外 这些数据应当是 也是公开的数据 就是新冠病人的数据 新冠病人测序的一些数据 然后 这个 HCMV的这些数据 还有 包括这个也是HCMV的数据 也是 公开 我们公开 放在数据库里面了 大概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 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就是 有一些数据 就是您的初始数据 是网上下载的 比如说新冠病人的 有一些数据 是自己实验室测序得到的数据 然后您之后也把这些数据发表了 对对对 我们大部分数据都是公开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您输入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想问 就这些数据 他们表征是什么样的 数据类型 就是 一般来讲原始数据就是 通过测序得到的这些reads 这个数据的格式大概是fast kill 或者一般是fast kill格式的 这是原始数据 然后通过原始数据 我们会做一些很多 小上游的分析 然后可能会得到金组 金组的话 数据出来金组数据的话 肯定就是fast kill格式 好的谢谢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邓博士 红金组或者红转路组 能分析到微生物的新的亚型吗 就比如说像 SCRNASIC一样可以预测到新的细胞亚型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组装 如果我们可以 我们用那个 精度特别高的组装软件 可以区分不同的 不同的病毒株 或者是菌株的这些软件 我们可以组装出来 组装出来不同的毒株 或者不同的病毒株的基因组 然后我们可以分析这些基因组 它们的进化关系什么的 这样是可以做的 对 但是 跟 可能跟单细胞测系不一样 单细胞测系 SCRNASIC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它的基因的表达情况来 可以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亚型 或者是它有一些标志基因 可以区分不同的亚型 这个的话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组装出来的基因组训练来区分 好的 谢谢 下一个问题是说 您在训练之后测试的时候 有没有过你核的现象 有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说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研究 我估计他说的是 估计他说的是 是这个方法是不是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们其实没有发现 很明显的过离核 就基本上测试机和训练机 它的这个准确度 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level 而且我们用 用了很多不同的数据去系列 然后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数据去测试 就是 然后直到这个这个模型特别特别的稳定之后 我们才 才做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研究的 嗯 好的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在 第三十一页 如果用其他工具预测出来的风度 跟MetaX会有什么区别吗 嗯 用其他软件预测的话 其实我没有我没有 我没有跑其他 用其他软件跑同一个数据 数据 但是我推测他们可能会把这个SARS也会 可能会发现一些SARS的序列 但是他们这个SARS它的风度预测 可能会特别低 比如说百分之零点零几 因为这个病毒的基因组 它是特别相对特别小的嘛 所以它可能按这个REASE的 按REASE在所有的REASE里面的贡献的话 它就是特别特别少 所以它这个预测出来的percentage 就可能会特别低 但我们这个方法是考虑到了这个基因组的大小 还考虑到 就如果是plasmid的话 还会考虑到这个plasmid的copy number 如果不知道这个copy number的话 我们可能就 我们就会把这个plasmid给去掉 其他软件可能可以 也可以发现SARS的一些序列 但是就它可能 你第一眼看上去这个结果之后 你可能觉得 就会把这个SARS这个病毒这个给忽略掉 因为它的预测出来的风度会特别特别低 可能百分之零点几 不像我们这个会直接预测出来 百分之二十 一看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 这个病人就是因为这个SARS 呃 这个物种感染 嗯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说 微生物异常和疾病因果关系是什么 是疾病导致微生物异常呢 还是微生物异常导致疾病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不同的疾病里面是不一样的 而且 呃这两个可能这两种情况可能在同一种 现在同一种疾病里面都是都是会发生的 而且目前 说实话目前的研究呃还处在非常初级阶段 就是很多研究还没有找到这个因果关系 大部分是只找到这种呃关联 因果关系的话 因为因果关系它需要通过呃 动物模型或者是通过你你通过呃 通过动物模型比如说你是找到某某一个微生物可能跟这个可能跟这个疾病有关 但你还要去通过动物模型去验证 比如给这个呃动物 这个动物呃给他给他嗯呃怎么说给他人为的infect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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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然后看他会不会后面会不会产生这种疾病 但是我不知道呃人和动物在这个上面肯定是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有的 病毒细菌可以让人得某种疾病但是不一定让动物得到同样的疾病 嗯好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呃也是很多科学家就是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嗯但是有一些疾病其实是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比如 或者是在至少至少在治疗上面是非常呃 非常有效果的 比如呃我前面说到的这个 这个艰难缩紧感染导致这个腹泻啊或者一些肠道炎症 这个好像目前来说应用上也是最好的一个一个一个 在这个微生物组应用上最好的一个一个一个例子 嗯嗯好的谢谢想解了特别清楚 呃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两个问题呃第一个问题是说呃经某位医学研究人员的发现 人体内有一种细菌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把它提取出来培养它的分泌物此时分泌物里面含有抗体呃 例如从患有胃炎的人体内提取的血液中分离这种细菌的话得到的分泌物是带炎症的抗体 我想问这种分泌物可以定义为抗生素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能定义为抗生素吧 抗生素的定义更多的是我的理解 我我我我我其实私物学背景不是很强 但是我的理解是呃抗生素的话呃更多的是呃这个呃 针菌或者是一些细菌它产生呃呃产生某种化合物质 这个化合物质可以呃呃让它有让这个针菌和细菌有更强的呃呃呃 竞争力就是让它活得更好它可以杀掉其他的呃跟它竞争的 针菌和细菌和细菌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刚刚那位同学说同学说的是呃呃产生的抗体是吧 呃这个问题有点长在chat里面您现在能看到吗 或者我再给您念一遍 呃呃我给您念吧 就是说人体里面有一种细菌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如果把这个细菌提取出来培养它的分泌物的话 此时分泌物里面含有抗体 例如从呃含有 例如从患有胃炎的人体内提取的血液中分离这种细菌的话 得到的分泌物是带炎的带炎症的抗体 嗯 这抗体我觉得大应该是是 是这个病人产生的吧 病人免疫系统产生的吗 而不是这个细菌产生的 所以他应该不是不是抗生素 是这个病人对这个呃细菌的呃 抗原产生反应然后产生这个抗体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应该不是抗生素 好的好谢谢 呃然后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呃 关于中药对病人肠道菌群的影响 研究思路是怎样的 需要得到肠道菌群 需要得到肠道菌群 然后看菌群特征对比疾病和正常变化吗 有哪些疾病相关菌群的公共数据库吗 会设计代谢吗 哦这边好几个问题 也有点长 嗯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一个问题啊 嗯 中药对病人肠肠道菌群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呃 我们需要研究他要研究他的影响的话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呃 我们肯定需要就是嗯 需要呃几个几个对照组 如果我们需要呃有的病人就有的病人他服用这个中药有的病人他不服用这个中药 然后在在这个服用之前在所有的病人呃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测他这个病人的肠道菌群 然后然后在服用之后我们再测他的肠道菌群 然后追踪这个变化在要服用之后呃要在很长的时间时间时间内一直追踪这个肠道菌群的变化 因为肠道菌群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一个一个组成的 他一直在变化的然后看他的特征 然后还要对应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他的表情的改变 就是把这三者联系起来 然后可能可以发现呃就这个中药对呃肠道菌群的影响以及对这个疾病治疗的这个影响 代谢我觉得主用用什么样的数据或者什么样的方法的话我觉得 可以用呃红菌组的方法 红转动组的方法或者是代谢组蛋白组我觉得都可以用 但是最后面最后面取决因你想要知道的是呃这个中药是不是和这个菌群翻作用之后产生了某些代谢物 呃对这个疾病有影响 非常高维的数据上他应该他的效果围呢还是还是不错的 我如果数据量够大然后他的维度也也蛮高的话 也拿手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而且他的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解释能力相对其他方法来说比较强一些 像其他的呃其他的random forest他也可以做那个feature selection 他可以给每个feature进行打分评评估他的这个feature的重要性 但是他的解释性就会差一些 而拿手的话是一个线性模型 他的他的解释可解释能力比较强 他的稳定性效果应当还不错 稳定性的话呃那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也这个也不能说绝对因为不同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取决也取决于数据 嗯好的好 谢谢邓博士的回答 那我们这边chat里面没有问题了 然后呃感谢邓博士今天这么精彩的公开课 也感谢大家在我一假期呃 还来参与我们这个公开课 然后那我们就今天公开课先到这边 呃感谢大家 感谢邓博士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谢谢你博士 谢谢大家 嗯好 谢谢邓博士 拜拜 拜拜